大家好 這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0月3日 星期二日 放了今天假 明天就要開工了 這幾天大家有沒有去玩 昨天有人玩 搞到被人抓了 現在說說什麼事 尖沙咀分區集巷調查隊 聯同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的人員 昨天晚上2日 即是6日 就巡查區內的食市和酒吧 提醒這個處所的經營者 從業員和市民 要嚴格遵守這個防疫規例 行動一變 人員在保勒行 倒破一間懷疑無牌賣酒的餐廳 即是他是有牌的 但是他沒有酒牌 一個43歲的姓男負責人就涉嫌 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被捕 一個59歲姓黃的男職員就涉嫌 無牌賣酒類飲品被捕 我想問兩條罪有什麼分別 很奇怪 人員共檢獲330支啤酒 大約是12000元 此外有個22歲的女顧客小妹妹來的 有照片 涉嫌用假的安心出行APP 亦告被捕 另外餐廳共有四男二女顧客 年齡介乎23至60歲 沒有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掃這個二維碼 犯了599F 人員就向他們作出票控 都五千元一條 真慘 據了解 顧客裏面有一個22歲姓曾的女孩 懷疑使用虛假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涉嫌使用虛假文書被捕 這些很大罪 我知道 不過這件事應該輕判的 應該是告的 她亦都會被票控 據知曾女士的手機使用的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介面 和正版的不同 引起調查警員疑鬥 疑鬥 她真的這樣寫 疑鬥 我不知道 即是懷疑 曾女報稱無頁 解釋是朋友幫她的手機安裝APP的 就不知道是假的安心出行 該名男負責人 亦都是因為沒有確保 場內的客人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另外又涉嫌這個 都是599F章的罪行 很長的 因為廢話 業務及場所規例 被拘捕 所有被捕男女現證被扣留調查 其實自從去年11月安心出行登場之後 曾經有人鼓吹罷用 翻版的安心出行 也一直存在 今次這件事是第一宗 第一宗這樣犯法 科技界的專家說 追查開發者或封鎖技術上是不難的 政府的資料辦早於2月表明 會將所有懷疑 藝務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的人 使用的人交給警方跟進 並提醒市民 登入使用來歷不明網站 或者應用程式 會構成網絡安全和私隱外洩的風險 但是那些人都不信你政府 根據防疫條例 目前進入特定場所 需要使用安心出行這個程式 昨晚那個女生 就為使用假安心出行 被拘捕了 原來翻查資料 資料辦在2月發稿 藝務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的情況 越趨嚴重 由於製造或者使用有關藝務程式 都有可能觸犯相關法例 已經將所有懷疑的藝務網站 及流動應用程式交由警方跟進 即是他將Google Play那個 App給警方跟進 警方可以怎樣跟進 有科技人士說 目前最流行的翻版安心出行 基本上只是一個簡單的網頁 有可能觸犯法例 不建議市民使用 而執法機構要追查開發者 或者封鎖該網頁技術上 剛剛講過 招辦亦都提醒市民 登入這些程式 去好意洩漏私隱 市民應該做好資訊保安 以及切勿以身示法 又強調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無需用戶登記 沒有追蹤功能 亦都不會避傳用戶資料 到任何政府或其他系統 出行的紀錄 只會存放在用戶手機 出行的紀錄 對比和提示功能 亦都只會是手機程式來進行 個人行蹤不會外洩 絕不構成私隱風險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 在樂士佛台有警察打架 就是靠安心出行抓人 一開始 我記得他們剛剛出來推這個APP 的時候 誰都說不會拿來查案 但是有眼看 大家相信誰就由你自己決定 特首林鄭月娥 上個月底訪問四川省成都市 直市重慶和陝西省西安市 他今天在社交網站說當年 他說 42年前都去過這個 紅癌革命紀念館 他這次同樣和同事參觀該處 寓意是為國服務 需要新火相傳 林鄭月娥表示 上個禮拜訪問重慶市的時候 我特別提出請市政府 安排我在行程中 參觀這個 紅癌革命紀念館 我真的聽都沒聽過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我知道不少內地市民 都去到各地紀念革命歷史文化的地方 重溫一段可高可入的故事 懷緬鮮烈 增強愛國精神 對我來說 紅癌革命館 是我42年前到過的地方 雖然當時沒有在2001年建成的新 雖然當時沒有在2001年建成的新館和詳細介紹那段歷史的展覽 我都不明白她說什麼 但是對國家經過的苦難的奮鬥 依然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鄭就貼出42年前參觀紅癌革命紀念館時的舊照 可見當時林鄭和數個同學坐在紀念館舊樓的前方 林鄭同時貼出與政府同時相近的位置合照 她解釋那時 42年前 我和大學的幾位同學一起去內地旅行 那天我特別邀請特區政府 那時也不是特區政府 幾位教練聽的同事 在舊樓前拍照留念 予以為國服務 新火相傳 不過未知是否因為坐在石欄邊緣位置頗為危險 那林鄭在最新的照片裏 沒有再重現當時的坐姿 巨內地人民網介紹 紅癌革命紀念館 位於重慶市沙平坝區烈士墓正法村 1958年5月1日對外開放 由開國元婚董必武提寫管名 1938年10月入軍佔領廣州武漢 國民政府千刀重慶 中國共產黨為繼續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抵達重慶 建立了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館 當時南方館和八路軍駐守重慶辦事處 設的紅銀村 那些字真是很深 不怕你們反映 再製作一張照片給你們看 2018年起出任香港大陸校長的張祥 任期在2023年屆滿 香港大學校委會早前提出和張祥續約 邀請他在2023年 任期滿了之後再留任5年 換言之他的任期可以做到2028年 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李國璋 向香港大職員學生校有發信 說校委會一致決定邀請張祥留任校長 多達5年 7任期2023年生效 他指校委會會有信心 張祥教授的領導會令香港大學更上一層樓 那你的章信中說 港大校委會經過 港大校委會經過 諮詢校委會成員之後 一致決定邀請張祥 續任這個港大校長 任期5年 他形容 港大在張祥過去3年 巨遠見的領導下 令港大更上一層樓 而應對危機的表現 而面對危機 也表現出實力和韌性 而港大在疫情期間 研究和教學 都有這個 出色的表現 恭喜張祥先生 繼續投共 我上次講過在大陸開多間港大 神經病 那就不是叫港大 警方拘捕了5個男人 涉嫌早前在尖沙咀池 刀行劫 搶走大約71萬現金 現在就扣漏調查 由尖警區 刑事偵緝總督察 邱宇昕表示 市主在上星期四 應一個網上認識 俄稱有名貴手錶出售的賣家邀約 在尖沙咀摩地道附近 以七十一萬五千 購買三隻名貴手錶 市主當日去到交易地點之後 隨即被兩個在場埋伏的男子 用一把大約一尺長的刀威脅 身上一個再有七十一萬五千 身上那個裝著七十一萬五千的袋 和身份證 那個袋 就被搶走 匪徒得手之後 馬上就登上私家車套去 那邱宇昕說 經過警方調查之後 前天和昨天在旺角 油麻地東涌 拘捕了五個男人 年齡介乎二十九至四十六歲 包括涉案車輛的司機和刀手等等 那這次警方做到事 那我給個讚你 不過大家不要以身是法 現在這些搶劫案 一定會抓到的 你這麼多攝影機 那些小朋友 就蒙了臉都抓到 是不是 號資四十億元打造的海洋公園 水上樂園 上個月二十一號開業之後 一直惹來遊客的不滿 收費貴 遊樂設施排長龍之餘 樂園的水質惡劣也都遭到炮轟 有市民投訴 家人在一號 很早而已 剛剛那兩天 就是 入場玩完之後 母子離場的時候 屁股和小腿已經 恆養難來 紅疹 及後就擴散至全身 故懷疑皮膚過敏 和樂園的水不乾淨有關 東網昨天接獲市民 劉女士的投訴 就說 為什麼你投訴給東網 你不找我 升旗易得道 他一家四口 前天就趁假期入園 由上午玩到晚上六點半 離場的時候 開始感到屁股和小腿恆養不宜 回家發覺 經國紅疹和恆養已經遍佈全身 而兩個六歲和十二歲的兒子 亦都相繼中招 他篤定皮膚不適 出現過敏 是樂園的池水不結所引起 劉女士說 兩個兒子雖然當日玩到盡興 但是回家之後恆養就無法入睡 連他們都探紙不會再去 他又指 母子三人都沒有皮膚病的病史 即皮膚病的前科 他和大兒子平時去公眾泳池游水 都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眼見昨天的情況未見好轉 顧求醫並須以類估純的藥膏外膚 他估計原來的池水衛生惡劣 與游泳鞋有關 他說當日留意到不少遊客 乘搭穿梭巴士 排隊入園的時候 已經穿上游泳鞋 即是乘搭巴士沒有穿 排隊入園的時候 已經在外面穿著那雙游泳鞋 認為污染物細菌隨著鞋 而流入並污染各園區的池水 皮膚科專科醫生陳厚毅說 水上樂園和公眾泳池含有陸氣 用作消毒池水 東方那些很流 他們寫的東西不懂字 皮膚受細菌感染的機會相對較少 但需要留意陸氣可以刺激皮膚 尤其是皮膚乾燥濕疹的患者 我又濕疹 皮膚有損 或者這個無狼鹽也不建議下水 下水逗留的時間也設計過長 上水應該立即沖身 洗淨身上殘餘的消毒劑 海洋公園都回覆了 他說水上樂園的池水水質 是受到嚴格的監控 公園透過定時採集和化驗水質樣本 如每小時的檢驗 酸鹼度含陸及含陸氣的含量 以確保水池的水質 符合國際安全和健康標準 公園又說 建議訪客在園內穿著這個游泳鞋 是世界各地的大水上樂園的慣常做法 有座訪客在長時間接觸到水和陽光 照射地面的時候保護雙足 訪客進入主題區 主題區域遊樂之前 都需要經過一道水簾沖身 及一個流動的水道徹底清洗雙足和鞋裏 洗手間附近設有花灑縫頭 供訪客潔淨全身 以確保衛生 但仍然有人出事 但是能否證明到 海洋公園賠死他 那些照片很噁心 但我不想鋪出來 那些皮膚的照片 那個事主也做了一些照片 我現在看到 不去海洋公園 都可以去西九巨運 西九文化區這個巨型運朵出沒 大批市民打卡 所以不是打架 呂法局在西九文化區 設置了大型充氣裝置 Friends with you 有蘑菇、彩虹、毛毛蟲等卡通公仔 其中以三層樓高的巨型運朵裝置 這個最為觸目 十二個卡通角色 均屬於美國和古巴的藝術家設計 目標是宣揚愛、和諧與和平 愛與和平 下午過百市民到場打卡 介紹了有興趣的朋友去玩一下 很肥的 肥波雲雲 大家都知道我很少說外國新聞 但這件事都關香港事的 英國東約克郡城 一個63歲的男子 Ken Chipp 涉嫌性虐待一個成年女子和兩個女童 被判28項罪成立 判囚33年 英媒報道這個男子 曾經是香港皇家警察 曾經任職 90年代尾 移英 消息說 案中男子姓 Chick Chick Cent Chick 97年 退出警隊之後 移英 翻查資料 97年 一個與案中男子 揚名相同 命為 Chick其威的高級督察 曾經表示 指效忠 英女王 並將委任證交還警方 他這次真的吃皇家飯 上次我說過 這次真是混蛋 英國每日幾時報就報道 說這個 斥性男子 來自香港 90年代尾 就抵英 離港前 曾經任職警察 他被控28項性侵罪 經過4個禮拜審訊 全部罪名成立 當中包括強姦性侵犯 與兒童發生性行為 導致兒童參與性行為的殘酷 以及殘酷對待 判監33年 身為同黨的37歲女被告 Tracy Choi 六項罪名成立 包括強姦和強姦未遂女 判囚8年 他們兩個人 就會終身名列英國性侵犯者名單 消息說 男被告姓氏 曾經是香港王國警察 在97年之後 離港而英 翻查資料 97回歸前夕 一個與被告英文名相同 中文名為斥奇威的高級督察 曾經表示 不願意為特區政府服務 並於6月30日晚11點 他親自把委任證 即是他親自把委任證交回警察總部 說不會再上班 他不認為官方可以將他有什麼紀律處分 因為他宣誓的時候 只是宣誓效忠英女王 是為香港王家警察服務 認為現時的警隊 無權作出處分 由於他在記者會上 他以英語回應 指個人對民主的信念驅使 而且他有自己選擇的自由 故他不會服務特區政府 就像那些不宣誓的公務員那樣 我看到那些留言 那些男人就很開心 又說 香港之前 97前沒有黑警 現在多些還是 以前多些 你們繼續開心 那些男人 職工盟就開了會員大會 決定正式解散 那我知道這些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想聽的了 那有一個團體組織解散了 希望你們 前程至感 那最後講講 有市民被人玩 因為他跑去吃元氣 那這個人就叫蔡先生 他在昨天大約12點 應該是中午 就在Facebook公開群組 香港壽司刺身關注組 發出貼文 就說自己今天去到元氣再吃東西 貼文裡面就包含有點單的二維碼圖片 其後就遭到群組成員 勤勤網民惡意瘋狂數碼點單 根據網民提供的紀錄 蔡先生就在11點50分點了一轉餐 其後就在Facebook群組裡分享 到12點18分就開始遭到惡意瘋狂點餐 去到12點27分的9分鐘內 被瘋狂加單超過140次 最終是消費9173元 如果加上1 消費額就多達1090.3 點單紀錄裡面 包括21份單價78元的鰻魚飯 價值1638 以及多份價格相對較高的刺身軟殼蟹牛肉飯等等 不少該店的食品當時一度顯示受慶 有網民形容貴過廚師法版 記者就向涉事的東廣城元氣分店致電 店員說有關客人被惡意點單的事 需要向客戶服務部查詢 那旗後元氣就回覆說 那該店已經根據客人店內的實際消費計算了 那就是沒事 那你吃完氣就不要鋪出來了 很威風嗎 好啊 今天是這麼多 大家不要做這些無謂的 如果他要給他也挺嚴重的 9000 整萬元吃一餐日本的食物 記得按LIKE 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幫我多點分享出去 麻煩你們 拜拜